而且是他那個東西 就這樣在我臉前這樣 我剛剛以為妳說妳心動 是被那整副裝到那一間 鋼鐵熊鷹 我通常男生吸引我 我覺得品味很重要 品味 對 我曾經有一任男朋友 我剛剛跟他認識的時候 我就假借 我想要尿尿 去場的時候去看看他的家 因為很多男生家裡 都是很不懂生活 對 對我來說家裡整齊 家裡乾淨會代表說你懂生活 你可能就是生活是有情調的 情緒有儀式感的這樣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 那時候那一任男朋友 他是做室內設計師 對 他家就很漂亮 我就覺得超級加分 然後還有一些小細節可能是 比財力 對 譬如說 還不是我 也不是啦 有品味 品味 沒有不一定是 有些可能沒有那麼有錢 可是會知道怎麼整個 家裡香香的這種小小的 然後還有譬如說男生開車 開車的時候可能煞車的時候 會就是 幫你開車嗎 會不會 開車門開車嗎 小心 小心 好貼心喔 不是啦 握手啦 手啦 太貼心了啦 就是煞車的時候說 還好嗎這樣 對 然後還有譬如說系安全帶 曾經就是有一個男生 就是要幫我系安全帶 他就很故意 可能是還可以曖昧吧 對 他就會離超近 離我超級近 然後他幫我 他幫我系過來這樣 倒車如果褲我覺得 倒車也很帥 對 他會這樣 手一定要放著 對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 不會為什麼 倒車如果褲金勇還沒有過 而且不是 但是因為現在都有顯影了 對 所以就很少會男生會這樣 帥度減低很多 對 要開老車 對 開老車 才會有這種感覺 你們在球場跟球員 會不會有一些 就有一個故事是我們 情術 那一定 那還用說服 我要分享一個 我最近最最最 讓我小鹿亂撞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八月的時候 跳了瓊四杯啦啦隊 Lock Sebum Lack Seat 威廉瓊四杯 對 然後我們通常 三 四節的時候 我們跳完就會在場邊加油 然後那天剛好我們 我站在那個位置 是在籃框下 然後球員其實打球很衝撞 然後剛好就有一個球員 他就這樣子不小心撞到我 而且是他那個東西 就這樣在我臉前這樣子 對 那整腹 對 那整腹 有撞到嗎 有撞到妳嗎 對 應該有撞到我 不過那個瞬間很快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還來不及感受 卡住 對啊 全腹無裝 對不對 全腹無裝 Oh my God 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後面 是一個布蓋的桌子 所以我整個人其實是四角朝天 這樣疊進去 對 我整個人其實是K都有 撞擊力要這麼大 超大 剛好 後來大概我想說完蛋 會太丟臉了吧 結果那個球員就這樣子 就是從黑暗中這樣子 把我抓起來 然後我就跟他對看了兩秒鐘 我覺得好像過了20秒一樣 對 就是一個英雄中美的故事 我剛剛以為妳說妳心動瞬間 是被那整腹撞到的跌劍 鋼鐵雄鷹啊 是… 有點害羞 對不對 但是就是那個過來的時候 還滿驚人的 對 驚人 驚人 紅湖啊 對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 大家覺得丟臉比較多 因為我這個真的很醜這樣 可愛…